在很多的古时候的传统医书记载 这种植物的叶子 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止血作用 只要你身上叠伤流血 你可以把它的叶子捣碎 贴在流血的地方 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止血作用 这是落地生根 学名是 Bright Pellet Pinatum 马来文叫丹南曼 在这个世界上 有算不完的植物 唯有这种植物的叶子 被称为打不死 晒也晒不死 可说是独一独二的 生命力超强的一种植物的叶子 它的别名是 土山漆 叶生 叶爆芽 厚面皮 自生药 伤药 打不死 叶生根 晒不死 骨仔灯 新娘灯 天灯笼 枪刀草 墨西哥 斗笼 大黄魂 等等 这种植物 它全草 可以入药 如果你拿来 拔开 拿药来试的话 它的味道 淡 微酸 色 凉 归费 圣经 这种植物 它非常神奇 因为 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 幼小的 它的叶子 如果你来 拔出来 那么小 丢在土壤上 它就有办法的 存活下来 或者 你把它的叶子 丢在地下 动到 土壤 有潮湿的地方 它都有办法的 生根 长出这样 存活起来 茁壮起来 落地生根 含有 苹果酸 甲酸 生物膜 树枝 柠檬酸 益柠檬酸 盐狐索酸 维生素C 骨栽醇 等等 传统 中医上来说 落地生根 它有 凉血 止血 清热 解毒 活血 止痛 拔毒 生肌的作用 一般上 是来外用 胸疮 肿毒 乳腺炎 单毒 外伤 出血 跌打 损伤 骨折 烧烫伤 中耳炎 等等 在中医的角度来说 这种植物 不适合给脾胃 虚寒者 孕妇 使用 在加勒比海附近的岛那边的传统民间有的民众会应用这种叶子来治高血压和肾结石 在传统印度民间有的老人家会应用这种落地生根 它的叶拿来捣碎加适量的盐一天服用两次来帮助缓解腹泻和力疾 如果你目前有热性胃痛你可以尝试用五片的它的叶子拿来捣碎加点盐一天服用两次它有帮助缓解你的胃痛 安排 在这种感觉 既然可以尝试用 和其他一些 可以试用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这种植物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新马草药自然一些 下一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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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可以把它涂在文字咬的地方 它有帮助减轻文字的毒素 在你身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